我们台湾的MeToo越烧越大 那我都觉得不做一集对不起整个世界 大家好我是Paul 最后来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那黄子焦的事情 我相信你在昨天礼拜一应该已经知道了 那我就很快录了一集 今天礼拜二我们就来看一看 他的英文的这个相关报道 所以他反正这个MeToo 所以像朱雪恒啦 还有还有谁啊 说真的我也不是叫得出这些人的名字 因为政治的东西 我不是说不关心 但是关心的不够多吧 那我最很惊讶朱雪恒 或许应该说不惊讶 不批评 黄子焦 然后还有那个右胜 对不对 好anyway 我们来看这个讲英文 不要这八卦没什么好说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看的字就是面对 因为他老婆跳出来说 我们会一起面对 所以他这里说了 他老婆说啊 他就希望大家尊重他们的个人空间 so 他就ask that the public respect their personal space as one was still being examined 所以他还在那里受检查 and said they will face the situation together 好所以一起面对这个问题 face the situation together 所以face这个动词就是几乎动词 we will face something 那为什么我要特别讲这个动词 因为台湾的同学用了乱七八糟 就是台湾会 台湾同学 很喜欢加个to OK 你把你的脸转对着我 face to me 如果说今天把face当成名词 我觉得可以 turn your face to me 这可以 可是这个face是名词 turn your face 所以turn是动词 your face是受词 然后把它转了对着我 to me 这没问题 可是动词是没有加to的 所以你看他刚刚说 we will face the situation together 如果你说we will face to the situation together 就是错误的英文 那还有一个加to的可能性是 如果变被动 OK 所以例如说 我们说人在这个 我找个例句好了 人在一生中会面临很多的困境 so 或挑战 so we face challenges we face different challenges in life 好烂的句子哦 但这是事实 we face challenges in life big or small right we are faced with challenges in life 你可以把它变成被动的 你可能会想说 这个主动被动 我就不合理 你知道吗 因为你本来的face的受词是challenge 可是这里把 似乎好像里面 本来藏了一个反身代名字 变成了主词 那可是 也不要问我为什么 但总之就是 we are faced with something 这个是也很常见的 OK 也很常见的 我刚刚不是要讲to吗 这本来怎么变成with呢了 我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到底有没有be face to 好像没有 那我把刚才说回来好了 所以be face to something 真的没有 我讲太快了 好自己correct自己 好了 anyway 没有关系 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 好 面对什么什么东西 是一个face 是主要的是 它是一个几乎动词 直接加受词就好了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的部分 就是 她说 其实我不知道在中文报道里面有没有这一句 但反正英文里有 她就说 我们会查到底 最根究底 所以她说 as a family she said they will get to the bottom of things 所以get to the bottom of something 那bottom是底部 你想象一下 一个秘密 是存在一个容器的底下的 你要把它挖到最深的地方 把它挖出来 所以这个get to the bottom of something 就是有最根究底的意思 OK 查到底这样子 所以这个片语 get to the bottom of something so she said they will get to the bottom of things and that there will be a proper response in due course 这里有一个不错的 要讲一下 所以他们会在适当的时间 给个证 证就是妥当的回应 so there will be a proper response in due course 所以什么叫做in due course 的确网路上已经找得出来 他翻译成作文叫做 add a suitable time in the future 那我特别想再把它讲清楚一点点 因为你可能会想说 course这个字 不是有课程的意思吗 那 due course 为什么里面翻译出来 没有课程的意思呢 好 我们这样说清楚一点 course这个字 其实是一条 你把它想象成一条路 OK 一条路在你面前 你给它走完它 那你给它走完了 这就是一个course 所以吃饭的时候 我们吃一个五样菜 五道菜 前面有沙拉 有汤 有开胃菜 有appetizer 开胃菜 然后有这个主菜叫main course 或者叫entree 后来有点心 什么之类的 所以你看这样算算是不是四五道 所以我们叫那个东西 four course meal 或者five course meal 几道几道就是数字加一个course 所以刚刚说的course 是把一个东西 像一条路之类的走到完 那你吃一道菜是不是也是一样 菜它放到你面前来 吃吃吃吃到它结束 所以它总之就是表达一个过程的概念 过程的概念 回到刚刚说课程 课程不也是一样吗 第一堂课教什么 第二堂课教什么 第三堂课一路下去 一个syllabus 然后到了第二十堂课结束的时候 这学期结束了 考一个试 走完它 你就拿到了学分 所以course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OK 所以在我讲解完这个之后 我希望你对于of course 这一个片语多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什么叫of course 我们说翻译成当然 对不对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肯定玩两周 of course I'll go 当然我会去 所以这个of course翻译成当然 那你刚想一下 我刚刚不是说course 就是走过一个东西吗 所以of course 翻译成当然 好像也能够说得过去了 我能解释到 不管了 希望你有听得懂 所以什么是do course do有时候翻译成是欠东西的欠 所以像我去图书馆寄个书 两个礼拜后要还 那那个我们就会说 the book is due in two weeks 所以这个do就有欠的概念 所以do course就是你 它还欠着你的一个 走完一个什么东西的一个感觉 这什么中文啊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做频道做的还蛮心虚的 我会中文烂报 然后用了我烂报的中文来解释一些英文 可是好像观众也没有太多的抗议就是 好 anyway 所以do course就是我们在这个 我们就这样子走下去 走到一个时间点 我欠你的就会给你 所以do course at a suitable time in the future 那我要多讲两个 这两个在法律上 有时候会看得到 一个叫do diligence 一个叫做do process 什么意思 刚刚讲过do是欠嘛 所以diligence是什么意思 diligence这个词带高中生也还算认识 就是投入 用功之类的 努力读书也可以叫做 你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 you are diligent student 你都会把功课写完 你非常的diligent 所以diligence是名词 所以该做的功课会给他做下去 就用在什么样的地方 我们这样讲 用在什么样的地方 就是如果说今天我要办案 那我要办案 我得把一些背景的东西 讲我是个检察官之类的 对不对 所以我要把这个案子办好 我要起诉谁谁谁 我会把我的功课先做好 那这个就可以被理解为 叫做do diligence OK 我不会等到这个 想要需要呈现什么证据的时候 就拿不出来 OK 所以这个叫do diligence 所以欠你 该欠你的功课我会做好 而什么叫do process呢 process是过程 这个就是在法律上 像我们说 我们不能够为神先判一个人 这个大家听得懂 对不对 所以即便是当你的陈静心被抓到的话 刚才像侯友宜常在说 陈静心那个时候是他去进去谈判 还是什么的 对不对 他抓到了还是什么的 陈静心 假如是他去真的被抓到了 那我们能够说 你杀了白冰冰的小孩 我们就应该当下把你枪决 你这个人一枪把你头打爆 也是活该 或许民众甚至会鼓掌 可是我们说不行 法律还是得 就是他该走的程序 你必须让他走完 即便你认为 即便大家都可以替他定罪了 可是不可以 欠他的法律过程 该走的还是得走 这个就叫做do process OK 好 希望我讲解了这样够了 所以do diligence跟do process 这两个是在生活中 还蛮常听到的两个 也是do的片语 我们既然看到了do course 我就多加两个给你听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其实我接下来比较想要 就直接把他 因为他 他有把他整个故事 稍微走了一下下 那我觉得呢 我整篇翻译也辛苦 那你 你其实已经知道了 所以我想要用读的 把它读完 然后你就可以 把你所看到的中文报道 顺便也就 来算是一个翻译 可以印证一下这样子 那而且呢 你大概可以一边 跟着我一起读的话呢 你顺便也可以练练发音 或之类的 好 所以来 我们就往下看下去 on monday a woman running a facebook page called 和我一起走在法国的365天 so which directly translates to come with me explore friends for 365 days 所以这个 facebook page called 这样东西出现了 shared a post in chinese about how she was a victim of sexual harassment over a decade ago at the age of 17 while still a student in it the woman described how through a close friend she became acquainted with a man who at the time was already a recognized television host in taiwan's entertainment industry based on the page's profile section the author is named Zofia or Zofia 我不太确定这个中音在哪里 and she currently resides in France in the post Zofia went on to share her passion for songwriting and admiration for this entertainer who one day out of the blue out of the blue就是 没来有的突然间 out of the blue expressed how much he liked her and forcibly kissed her in his car without her consent but later apologized 所以她强吻了她 在没有她的同意之下 所以consent这个字 我们算是说 有时候可以把它拿来 跟agreement之类的做比较 可是通常在一些固定的地方 就是用consent OK 合约我们叫做agreement 如果说合约是consent 我们会说蛮奇怪的 除非你强调那是一个written consent 那consent有时候我们讲说 两个人要合一性交 我们不会说sexual agreement 听见还蛮奇怪的 可是你如果讲 concentual sex 是OK的这样子 好 然后她接下来又发生了一次 所以不是只有那一次 so in another incident Zofia or Zofia said she was invited to a Tai Chong hotel by the individual and later was asked to pose half naked for a photo which he explained at the time was for the purpose of art as he wanted to organize an art exhibition in the 1100 word long post the author recalled how young and foolish she was and said she had initially intended to keep it a secret until Taiwan's MeToo movement began to spread and could not hold back after seeing the man depicted positively on television throughout her story she never mentioned the entertainer by name on the same day after the post was published Huang released a personal video which was later retracted from facebook after an hour 我们知道他一小时之后 就把影片撤掉了 所以撤掉这个字 叫做retracted OK apologizing for his past behavior and confiding that he was the man the facebook poster was referring to Huang said he was he has been uneasy since the MeToo movement and that he has worked hard to change his ways especially since the birth of his young child in 2022 he and men were married in 2020 in his video he said his wife was not aware of the matter and that he has regretted having caused harm through his misbehavior ever since 所以剩下大概就不念了 所以其实这个 好像我们的司法院 judicial院 本来还跟黄子教 有点合作 因为黄子教好像 当他们的代言人 那就是什么 什么公民法官的 一个program 那所以现在 也跟他终止了合作 就是了 好 那我们就把它念完了 大概讲解的部分 因为前面讲了蛮多的东西 我希望同学能够 先把前面消化就好了 那 所以这个MeToo的 会不会继续烧下去 我相信会 很多的女生 看到越来越多人 跳出来 然后 成功的把一些 人的假面具 接下来 那我觉得 会鼓励越来越多人 跳出来 我觉得也不错啦 那这时候我就很庆幸 我一直是一个 我不是行的正做的正的人 我是一个诚实的人 我自己本身 我就 其实我在上课的时候 都有跟学生说 老师是个月炮仔之类的 那我也有一些固定的 会见面的对象 会相处的对象 我从来也没有避讳过 这些事情 所以 这样的人设才 比较不会崩塌 所以我也看到 有人在讨论 很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想想楼志祥 好像没什么了不起 觉得他这个人 相对来说 道德的标准还高满度 他至少是 两千相约 甚至是 会做一些 不错的事情 来去回报 跟他用身体 交换服务的人 人们之类的 好 讲到这里 大概可以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